把這個這個地方的資料整個按個按鈕自動合併過來的話 那其實 比較簡單的做法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之前好像有講過 用一個叫Foreach的敘述 Foreach 每一個儲存格 印哪裡呢 在這個D2到那個 G9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一個一個把資料抓過來之後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這個一個一個 往下幫我填上去 那這個Sales 我預設值2 意思是說 先幫我丟到第2列開始 然後呢 每丟一個之後的話幫我加1 為什麼加1呢 因為我要往下丟嘛 OK一直加1加1加1加 反正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先抓一個 然後丟一個 抓一個丟一個 抓一個丟一個 不過其中有一個地方比較特殊 哪個地方 就是說最後我發現我丟完之後 如果說我沒有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敘述 就是說呢 這邊預設假如我沒有做一個敘述的話 像這個地方 把它刪掉 因為我這邊沒有加一個按鈕 那如果說呢 我沒有加這個敘述的話 丟的時候 他的預設 這個 他預設 因為我裡面有做一個 一個格式 預設的格式 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丟完之後呢 一個一個丟是OK 但是呢 其中 你如果丟什麼 丟這個 日期的時候 這個日期 他一丟過來 從這邊丟過來 這根本來應該日期 丟過來 它會變成數字 因為預設是通用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遇到 只要是日期的 那我就把它用什麼 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麼呢 當然你變成說你要在手動自己在 格式化 乘 日期 這個格式的話 就是這個 那當然你不可能一個慢慢自己去格式化了 所以透過程式 那這邊的話怎麼透過程式 我這邊有寫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I列 這邊有一個敘述 所以這邊把它註解掉 把它再取消 如果 I-2 本來預設是2 如果I-2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第一個這個 假設呢 減掉2之後mode 4 mode4剛好有預 其實mode在 VBA寫法這樣 mode4意思就是說 我除以4之後的餘數 是不是整除 是不是0 0的話包含就是這個 這個假設我把它減掉2 剛好它預設是2 2減掉2剛好就是 除以4 整除 所以這個 必須要做什麼 做格式化 格式化我前面講過 加一個lumber 4面 local 等於什麼呢 後面 yyy 斜線 m 斜線 d 這一串呢 實際上就是我剛剛從這邊 按右鍵 除了格式裡面 有沒有 先切到日期 這個 再切到制定 其實就這一串 可以把它放在lumber 4面 local 這個 Local 後面 它就會自動幫我做格式化 那什麼時候做格式化 就是當 輸出的時候 4輸出日期的話 要幫我格式化一下 OK 那最後一個一個把它丟進去 然後呢 再把它加1 換下一個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範圍裡面 把它刪掉一下 執行的話 就會是 看到的合併結果 OK 這個是用VB來寫 有時候我覺得 反而有些地方 用VBA來寫 反而更簡單 因為你用那個內建函數 它反而它思考很多邏輯 而且它 串這個串這個 反而有的時候沒有像VBA 這麼直覺 當然 對各位來說呢 大部分同學對於寫程式 還是比較陌生的 這個也許是漸進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大概 就是 待會要發那個證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 那最後我把 最後的程式 一樣放在最後面 合併為單欄部分 那後面也許有一些範例 可能時間的關係 像326 今天本來要講 不過 這可能沒時間上 來不及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當各位練習題 我們需要就是怎麼樣 這邊有123班 這邊有下拉清單 當下拉清單 變動的時候 它怎麼樣自動幫我把 這個來源的範圍 123班裡面 一般的 全部都列在這裡下 你可以用什麼 用內建函數 或你會發現內建函數 需要用到 這麼多 而且 最後還要執行正列 其實反而 像這一題 我反而還是比較建議 你乾脆跳到VBA好了 為什麼 因為VBA 直接做完之後 像拉 馬上就OK 可是如果你用上面的方法 也可以做到 可是 相對的 複雜度 甚至 比VBA還高 OK 至於怎麼做 回去 有時間 我建議各位在練習過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練習題 如果沒有講到的話 基本上 在我們雲端上面 都會有對應的答案 每一題 甚至後面還有什麼 高階的 甚至還有其他 補充範例 其他補充範例 裡面還有入門 進階 我這邊放 非常多的 一些範例解答 只不過 可能你們自己要花一點時間 邏輯上跟前面都一樣 OK 那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期的課程 大概就 先到這邊為止 不過呢 雖然我們這個課程 暫時 結束 不過 累積的資源其實也還蠻多的 那這些資源 當然我會 還是會 放在上面 一段時間 給各位做 複習 不過呢 也還是要請各位 記得呢 如果可以 你就自己備份一下 因為呢 這個東西不是永遠 永遠都在 OK 所以以後的話 你假如要找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要備份 因為我不保證說 他永遠都在 你不要隔了幾年 之後呢 跟我講 之前真的有個同學 寫信問我說 為什麼老師之前 你放的東西不見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放什麼東西 我有時候其實會整理之後的話 難免會有一些資源 可能就 放到別的地方去或怎麼樣 OK 那今天就 先到這裡 我來講 好 我來講 我來講 感谢观看